Hello,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Bruce 那么我现在就在上海静安区 世界最著名的星巴克甄选烘培工坊 它这个门口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是一个两层的椭圆形建筑 怎么来比较方便的坐地铁打车都可以 坐地铁的话2号线3号出口 这个建筑已经成为上海市的著名的旅游景点 对,里面除了一些常规的咖啡以外 还会提供一些其他的甄选咖啡 这个建筑面积达到2700平方米 对,2700平方米,特别的大 相当于每一层都有1300平方米那么大 没有诉求场那么大了 那么大家可以跟随我的摄像机的角度 可以一起进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是周五,周五下午 周五下午有很多朋友在那边喝咖啡了 今天是周五下午喝咖啡的朋友依然是特别的多 哇,你好,你好 刚进门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咖啡巧克力啊 在这边蛮不错的 可以买一些送朋友啊,都非常棒 这个吧台呢非常的大 那么一进门的时候在右侧呢 会有两个大型的PoBed N500的烘焙机 这个烘焙机高8米,宽6米 一次可烘焙200公斤的这个咖啡豆 像这个烘焙机呢 一共有两台,下面一台,上面一台 这个烘焙机特别的大,对不对 这个烘焙机高8米,宽6米 它最大的特色我认为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在它的外侧 有一千多块的钻刻的咱们中国的古文 是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它在外面有一千多块的这个钻刻的古文 我们可以,我们一边喝咖啡的时候 一边也可以欣赏这个机器的运作 让你真正能感受到这个咖啡的加工工艺 是吧,令人赏心悦目 一般是娱乐啊消遣,也可以一边咖啡一边欣赏 都是蛮不错的 我感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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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店的亮点最大的 还是还是说他们有在传授 或传授给全世界的消费者一种咖啡文化 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咖啡文化 那么咖啡究竟起源于哪里呢 起源于哥伦比亚 那么最著名的这个哥伦比亚的咖啡豆 对 可以看到现在是 卧槽 现在下午四点半 四点半有很多中外的游客 非常多非常多 那么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星巴克的日常的一些品牌 比如他们的一些这个咖啡杯啊等等等等 非常的不错 他们还有一些合作的 有打Logo的一些非常不错的不锈光的水杯啊 还有一个瓷杯非常棒 我们这边还可以看到他们这有这个咖啡豆 咖啡豆的介绍 比如像这个咖啡豆是哪里的 它上面有介绍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咖啡文化 不了解咖啡豆 比如它上面都有写 咖啡豆的产地啊 价格啊 日期啊 烘焙啊 特别详细 那么我们可以来到这以后呢 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到咖啡豆的生产工艺 我来拍几张照片 其实我本人有感觉到他这个店是在做一个咖啡文化的传递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咖啡文化 其他这个精选店有做到 谢谢谢谢不用 谢谢 其实这个店非常的不错 你知道2017年 2017年12月开店以后呢 国内外的很多游客以及星巴克的粉丝 都会来到这个店里 那么这边有一些他们的合作的一些品牌啊 比如说一些挂饰啊 还有些水杯啊 还有这边的烘焙 这个他是煮咖啡的一些器具 这很多人不了解这种东西 他们有在做 他有在讲讲这种咖啡文化 真的蛮不错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咖啡 认为说喝咖啡 只是提神或者说约会消遣 但是真正的了解咖啡文化 那这只是蛮需要下功夫的 哇 可以看到现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游客 哇 这个店面一共建筑面器是2700平方 非常的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层 第一层就可以容纳几百位游客 几百位游客在这边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有看到今天下午游客 也是非常多啊 如果你和朋友来的话 选择这种选择这种一座两座几个的座位 非常棒 你还可以选择这个几个 我们有看到正前方是五个独立的同志 加这个玻璃的咖啡豆的储藏罐 非常的棒 我也得拍一张照片 往往发个朋友圈之类的 大家在我后面就可以看到星巴克著名的 Hole Bread N500烘焙机 那么上下各有一台 这台烘焙机的高8米 宽6米 配置储存200公斤的烘焙 它最大的特色 我感觉融入了咱们中国的元素 没有看到1000多块的 坐航客的铜制的 这个名牌在上面 这个尊重咱们中国文化 这个是非常的棒的 这个特别棒 OK 二楼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Hi guys Hello How do you feel? What are you doing? I just record a video and upload it into the video Are you working here? No, I'm not working here I'm a YouTuber Ah, okay Have a nice day You too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一楼的空间 还是蛮不错的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干净 尤其是它这个设计 它这个上面的木质的吊顶 非常的吸引人 刚才那个外国工友问我是不是在这工作 我也想在工作 实力不允许 他们不让我在这里工作 是不是 然后没有看到就是他们的一些提拉米斯 一些披萨之类的 哇 这蛋糕真的好漂亮 看到没有 非常的漂亮 真的很诱人 我还